25岁之前能拿到FMVP是什么概念?强如詹姆斯,他年轻的时候花了两个赛季的时间才带领骑士删入季后赛, 被人乔丹花了7年的时间才拿到总决战FMVP的那时候已经28岁了,联盟历史上能在25岁之前就能杀入总决三荣或FMVP的少之又少,基本上都是历史级球员,魔术师约翰选期19年被胡人选中, 新秀第一个赛季就打出了炒军18.0,加7.3加7.7的数据,数到极巅峰,还带领胡人一鼓作气杀入总决赛,那时候胡人有天沟甲巴尔,一个菜鸟新秀直接在总决赛的舞台夺走了其他人的光彩,总决赛打出三双数据,带领胡人夺冠,那时候的魔术师约翰逊才21岁,到现在为止, 他仍是总决赛最年轻的总决赛FMVP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纵时有被人挑战,小皇帝詹姆斯也不能提及到魔术师的高度,魔术师约翰逊因为病指的联盟打了13年,如果他能继续征战,基本上也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,除了魔术师这样的远古大神外,也有人曾经在23岁的时候就杀入了总决赛, 拿过FMVP邓肯大学时期就与维克森林飞天魔术之声称,还没进入联盟的时候就和热火命宿莫宁交过手,莫宁之言不是年轻邓肯的对手,此人以后必是像乔丹一样伟大的巨星,邓肯但来可以几年进入联盟,但是为了完成母亲的承诺,一口气读完本科,还考上研究生, 不论是学习还是打球,邓肯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,97年马次抽中仗签,凯尔特人那红衣主将愿意花任何筹码得到邓肯,幸好波波没有放入,新秀第一个赛季就拿了最佳新秀。 第二个赛季和老大哥海军上将罗宁逊联首赛总决赛KO纽约大猩猩游鹰,获得了马次对手冠,邓肯那年23岁,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FMVP,是想邓肯早些参加选秀,可能他可能破了魔术师约翰逊的记录,成为年盟历史最年轻的尖才球员。 13-14赛季的总决赛,马次复仇热火,马次虽是一群老兵,但是他们打得出来最好看的团队篮球,纵使对面有巅峰的詹姆斯、维德、波什,一群老家伙依然可以把他们吊打,当时如果热火赢了,FMVP没有悬念应该是詹姆斯的了。 但是马次不同,就算你是屁股球员,也有可能获得总决赛FMVP最后FMVP给了马次的少主伦纳德。 他攻防兼备,效率很高,那时候一群老家伙带着他,获得了他职业生涯第一个FMVP,那时候他才23岁啊,谁都不知道他上线在哪里,谁也不知道他会成为这个怎样伟大的巨星。 03白金一代,詹姆斯回了家乡骑士,安东尼远赴丹佛高原,波什来到了枫叶之国,维德去了东海岸,最强的詹姆斯应该是这群人中最早拿到总冠军戒指的人吧。 然而是是打脸了所有人,被热火群众的小个子后位,维德24岁杀到了总决赛,拿到了第一枚总冠军戒指,而且自己在总决赛上演了天神下巴的表演。 逆转巅峰时期的莫维斯基带领的小牛夺冠,总决赛凭借一几着力打包小牛,赢得对是首冠,维德从此成为了麦埃逆战国的魂。 巅峰时期的维德到底有多强已经无从可知,只知道他巅峰很短,不然他还会有更多的总冠军戒指。